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花家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我手边的猪锦 猪锦 芙蓉 还有木槿 可能三者之间很多朋友不容易分清楚 其实呢 芙蓉的叶片是三者之中最大的 且叶片会有长裂 木槿的叶片呢 是三者之中最小的 猪锦的叶面呢 两边是没有绒毛的 好 下面我们给猪锦换盆 我们可以换一下稍大一点的盆 我们两年要给它倒一次盆 土质呢 我们可以用原土 餐 辅业土 还有分辨 我们做盆的时候呢 可以轻拍盆的边缘处 土质呢 要等干一点的时候再倒 比较好脱盆 因为呢 之前呢 盆小已经有歪斜的现象 我们下面给它扶正 我们要把土壤的两侧的土给倒瓷了 因为猪锦的形状呢 已经走形 我们要对它进行修剪 我们要进行重剪 一般修剪的时间呢 可以在初春的时候进行修剪 现在修剪也是可以的 我们要保证它的植株美观 底下的侧芽也可以剪掉 适当的修剪呢 可以使它长出更多的侧芽 能让它开出更多的花 猪锦呢 属于喜欢光照的植物 只有充足的光照呢 才会保证它的开花 下面我们对它浇水 水呢 我们要一次给它浇透 今后的浇水呢 我们要干透 浇透 避免盆中积水 夏天呢 则要勤浇水 猪锦呢 因为属于常年开花植物 我们要经常对它施肥 我们可以每半个月 对它施一次有机肥或者复合肥 以少施勤施 猪锦呢 也是比较容易过冬的 冬天只要室温不低于零度的话 也是可以安全过冬 如果你是在有暖气的北方 你水肥根上光照充足的话 是可以保证全年开花的 让它们的涨水中的低下 涨水等人照充足 用油分装的法院 用油分装的涨水 噗水 赤裂面 三十七八月 感谢观看